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贪婪在地 放声痛哭 令人吻之鼻酸 他们无法接受 儿子就这么被撞死 造势的驾驶是 这名才17岁的装姓少年 没有驾照的他 开车载着一名16岁少年 及一名17岁少女 要去吃宵夜 他从博岸路条下来 进入新达陆 时速飙到90公里 看到一辆从巷子出来的机车 闪避不及 失控撞到对象 撞死骑在对象的窃幸骑士 在撞进一家鸡肉饭店后翻车 轿车上的少女被抛出车外 无呼吸心跳 送医不治 他和另一名少年受伤送医 他一定是超速的 因为我是哇 你看那么快 然后我才讲完 就 就开始踩刹车了 砰一声 我说完了 冲赛了 而从巷口出来的骑士 本来是要直接跨越双黄线 到对面吃卤肉饭 这名骑士和造势少年 都被一过失自死罪送办 动新闻嘉义报导